你好,我是美珍 在大马一家大专生电子设备Brandi SISWAR计划下 大专生可以免费获得一台三星平板电脑 数据显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申请中 当局接获超过30万份申请 然而免费平板电脑才发放 转眼镜以五大专生将它卖掉套现 日前有社交媒体传出 有大专生在获得政府发放免费的三星平板电脑后 经已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引起议论 随后通讯及都媒体看守部长丹斯里·安努亚穆沙证实 确实有受惠大专生将平板电脑转卖套现 至今已累计14宗案例 他说这些大专生的举动 已经违反了他们在领取设备时所签署的承诺书 目前政府严正看待这件事情 并将采取特定行动对付这批大专生 包括在大专生电子设备网站公开姓名或者告知校方 与此同时 安努亚穆沙说 政府所分发的这批平板电脑 其实早已设有特定的应用程式 这些应用程式将能够追踪设备的所在地 其中还包括转售者的真实身份 尽管发生转卖的案例 但通讯部将继续分发平板电脑给获得批准的申请者 当局也预计平板电脑在下个月11月发放完毕 值得注意的是 每一件Android设备拥有两年的保用期 一旦获分配的设备有所损坏 受贿的大专生可以申请替换 以确保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中断 谢谢收看五十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守着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